哈喽 后面大家好 我是小美杨子 姚妈说他们家的樱桃熟了 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地里摘樱桃 我们去看看吧 走 下雨了 要不就爬大树上去去摘 下面有 哇 下面的樱桃没有晒到阳光的 有点酸 那还好 我能吃酸 上面浸的光的甜一些 中摘才是对的 帮他把瓣带去 这样摘 带着瓣 新鲜一些 不过我们这无所谓的 就先摘先吃了 又不运 又不放 丢了 年年要慢加这个樱桃 还没等自己吃呢 全被鸟吃光了 就跟我们家山上的那个桃子是一样的 自己永远吃不到 都被那小动物给吃了 这个樱桃老爸肯定是吃不了的 因为他一点酸都不能吃 吃新家伙 你不要到时候把个饼上切那个红色 你不住啊 好漂亮啊 红葱葱的 这个好甜 在边上 下到太阳就甜一些 看这个边上 好多 这个也能做成果酱 但是我们这边的人很少吃果酱的 因为不太吃面食嘛 我们三餐都是米饭 所以这种水果类的 基本上就现摘现吃了 不会做了储藏起来 太容易掉了 碰就掉了 好我姐姐 酸掉盐了 还觉得 我是不怕的 酸甜苦辣都能吃 而且这个特别容易掉 特别是下雨了之后 地上也掉了很多 下雨了 下雨了 牛饭 有点甜 有点甜 妈的师傅好甜 我洗个非常甜 你甜米辣的 我才吃点汤好甜 越甜越甜 你师傅 吃坑了 今天牛干完了 我次切 我次切了 我再切那汤的 你先要烫 去年几十牛干完了 我一个都没得切 要好 今天我都把这面包洗完了 也好 要好 有点甜哦 我切得好好笑 这个卷太小的 哈哈 小的越烫 就是太小 整成了是这样 你对不起 我你都这样就这么细细 你看 这个 那我吃你吃 你都拿 看 铁子 多新鲜 我说再几年了 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长好快哦 以前才几点 长浓醋了 再做 这个群鲜 那就是 你都干完了 你都给你吃完了 这个群鲜 我拍的一个视频 但是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下面 就是一个群鲜 这个群鲜 这个群鲜就好天仙 今天就喜欢群鲜 今天你绝在那叫糊 你都别跑喜欢的 可怕你绝在那 今天今天还你来一会儿 你各个犯罐吗 那去年把他也干完了 我这年把一些女儿都酸死了 你把他也干完了 把我也干完了 今天上凳子还要干个吃 好多吃 我来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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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我来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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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漂亮 我来一块 你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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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的羊鲜上的甜一点 我想想想 我没拿出来 我这好远 我拿出来我就放了 我拿出来我就放了 看它 这边的爸爸就放了 我给爸爸也没吃 你放点 你放点 我吃了它掉了 我整个都过来 吃上去倒边好过点 这个樱桃好小啊 跟我以前 在北方上学的时候 那个樱桃不太一样 说一句樱桃 说一句 是吗? 甜一点 你再拿不着你 我拿到我给粉了 这个音头是该没太不好 我自己放一會兒之後都是你們放棄的 我放棄他不會看見我在家不就放棄了 嗯 嗯 看到上面 嗯 哎 嗯 現在爬到這上面來了 上面還多一點 下面現在已經被我們摘完了 有些地方現在摘不到 有年你很帥哦 嗯 你摘下來 你給我們那些 你也自己也會摘下 那些放這兒 鳥兒的話他看那肥股 他摘一股 你還不知道他那股 你摘一弄 放到屋裡讓他過兒慢慢紅 那股子慢慢紅 那股子慢慢紅了也不見 似的 一個人摘到一個人見 八爪文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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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這股靈 我怕 我先去那股 那股靈 你穿了 你看那股靈 我摘在那股靈 一天别忘了 哦 不了 慢点饱 别偷大 没得饱了 十两天还能喝那么多呀 还有一个 你看这鸟儿喜欢的 那鸟儿也咋死 死就死就死 我今天要吃饱了 我感觉我都气饱了 晚上不要干了一会儿 你了解了吗 这个在一起 这真是春天人的 又没打药又没食 现在晚上拿肚子干嘛要 不得 算你吃多少是拿肚子 我天天都吃 你要不要三年 我们看吧像不像个猴子 坐到树上直接吃 好吃一点 还吃了这么多 这应该有两三斤哦 够了啊 出汤好多 这也不得 甜不甜 你要不要 我不要 比较好 酸酸甜甜 我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很自然的味道 你不加它吗 不加了 我们直接切新鲜的 有妈家的豌豆摘几个 本来去年我们也买了豌豆种子 但是忘记种了 没种 好高产的 这个就这么一点 摘了好多豌豆了 好吃可以生吃啊 这个 后面下雨了 刚在有妈那摘了一点豌豆 好新鲜好嫩的 这豌豆可以生吃 这棚里面先摘点线菜 红线菜 这红线菜长好大了不 你把它看它会从边上长 不要 不要 看好漂亮啊 背面是红色的 这颗豆已经开始准备开花了 哇 这辣椒长起来了 这是今年老庄的第一批辣椒 走了回去了 樱桃 豌豆 还有红线菜 这婆婆家鱼的红薯苗好长啊 清洗一下 这个樱桃也可以做成果酱 就着面包和吐司吃 现在吃的是有点甜的 熬了之后 放多一点白糖 做成果酱就没那么甜了 就没那么酸了 但是我们家人 还有我们这本地人 都没有吃面食加果酱的习惯 所以做了的话 可能也没人吃 但是我们就一般吃种新鲜的 我吃着还行 老爸老妈还有老姐她们都不喜欢吃 你看 我吃着是毫无表情嘛 紫特别大 肉比较少 说这棵樱桃树已经栽了四五年了 完全是没有打理的状态 没有农药 没有化肥 自然生长的状态 所以这樱桃 樱桃长得不是特别大 但是今年还是比较高产 因为比较酸涩 所以 今年被鸟吃的很少 你们喜欢吃樱桃吗 等会让老爸回来 让他尝一下 他肯定吃不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颗蓝色风暴棒棒糖